我們再來關心今年中央政府法座說要開放線 反映民眾入線 不過風險就要考慮待生 在政保障方數是統計說今年頂半年 總共有一百五十一斤線來救我們的案件 尤其大多數都是會開放進去 不會開放出來 頂三回來向人們提醒說 不入線我們就要自己先準備十張 了解線路出入種種 如果沒有接種風險是派丟 我們再也來看公司台義大新聞專題 做回來生活消息 搬下去的議員 現在蕭峰隊員還在救員當中受傷 幸好在路面的人都平安 頂三有風險 尤其中發生的就是找不到路 走不到路的議員 像這個地方 尤其中央只有一百五十公尺而已 也發生過有人怕到跑不去的議員 但是這裡後來有些支票來支囉 尤其中有的 其實也是所有自己要準備交叉 大部分都是我們說的迷路 走不去啦 不知道要怎麼走出來 到最後你就走不動 走不動 事情就會出事 沒有水 這個人的身體就要射去 射去 你要救他 他的時間就會越拖越久 這就很危險 從蕭峰室的訴訟看起來 開放山林以來 涉及的蘇果和九年港紀修備 有增加的出世 近年一月到六月 總共有一百五十一間 蕭峰室是分析說 四月的風越新生活 客棟之後 人家都用土地附近的山口氣 所以新北台中最高山 屬於增加增加 限制第三蘇果的方向 要增加來使用第三地道港股 定是會補足票 和山下的勞修人 如果是補完要原地等太久完 按照這個行李對著走 隨時參加說 你已經走過的路有同樣 有在新的山友 就用自己的轉中 在做第三轉用的路地道 可以在第三的時候 隨時來比對路線 客人感受減到路 路地道每禮拜都會經濟山友 所回報的狀況來進行資料 可以說是這麼多山友 做過用腳走出來的 如果有健康的使用 你有練習過做好功課 百分之九成都應該不會遇到這個 迷路的問題 我看現在問題這麼多 大部分都是都沒有做功課 臨時要想去就去 準備不夠 對 但是這次就會發現很多是那種 完全不知道自己來幹嘛的 爸爸奮勇衝到湖邊 然後衝回來發現 傍晚了下不了山 對 然後我們這邊叫收容 對啊 然後還有那種 他走了二十九個小時才下山 對啊 那這種狀況 其實是以前沒有發生過的 今年中央開放山林 給民眾方便頂算 這民眾所沒有風險阻乎的關聯 這也造成各地的山客管理機關 和小鳳Q館頂單的負擔 這也是為什麼南島町町主管機關 甘願風美保守 也沒有願意來受頂三條類 另外山友肉基台字圖 真的有辦法發揮用處的頂算險 目前行政儀標示 現在又在跟民間業者建議當中 開放山林背後的風險 向來負擔 需要民眾繼續來關心 記者尤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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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